接下來我又要看不一樣的 我們剛剛前面有翡翠對不對 有單全食 有黑蛋白 接下來我們來到 真的是我們教學最佳品牌 哪一樣都有 祖母綠喔 祖母綠也有 而且它還是 不是 這次也算是直播 可是取得方法不一樣對不對 對 那個是在社群網站上面 它是用標的 標的喔 對 它的底標是一千七嘛 一標一千塊 美元嗎 不是 台幣 是台灣的一個 的一個賣注 然後好像只有我一個人標 它有一段時間嘛 或者是假如說今天十二點 明天十二點就結標 只有你一個人標 對 只有我一個人標 只有你一個人標啊 那你不就底標就拿到了 就叫我一標 買兩千七 然後我收到以後我就傻眼了 兩千七而已 你敢買 兩千七你敢買 兩千七的祖母綠你敢買 我想說可能沒有人標吧 因為那時候沒有人去 很少人要在 平常用標的 是 其實還好啦 對 我還可以買這個 殺不來的鏈子去跟他配 對啊 我很好奇 你老公看你這樣子沒事 就突然好像多了一點東西 他不會說什麼 我很多收到以後就藏起來 好聰明喔 你們都是可以有沒有 彩色寶石日本料理店 這也是我們創的對不對 全部把它展示出來 而且我說是他很聰明 他不是花大錢 所以他可以怎麼樣 在買菜的時候 藏一點私房錢 對 就不能講出來 你找錢賣開心啊 對 對不對 只是兩千七的競標 沒有人跟他 沒有人標 所以最後就兩千七 但是實際上到底是多少千 他現在覺得 他一收到他就覺得應該是假 但他像我來節目 我來在一起一起估 還是說只估這個 他當初是買這個 這個是沙夫來沒錯嘛 這個他自己買的 對不對 你要不要 你這個當初買多少 這個鏈子買多少 這個殺不來的鏈子 這個當初買 那個財幣也幾千塊而已 也沒有很多 幾千塊還比這個 那我們就幫你評這個好不好 因為這個是你標來的嘛 好不好 我們來試試看 這個竹母綠的很像 不得了啊 你看這火光 對不對 Colombia色的對不對 我可以看到內涵物 美麗花園 所有的竹母綠 都很容易看到內涵物 是 看不到內涵的竹母綠 才危險 他做假的也有做出 真的 像真的一樣 是這個價錢讓您很不安 所以我們來確認一下 今天就知道了 來 試試看 請請假 一千元 我去 說到以後 我本來想要跟他推貨 後來想說算了 懶得就再給他寄回去 他這條的確是殺活來時 這條很算值錢 真的嗎 對 那這個不是竹母綠 是什麼 它只是很像竹母綠的寶石 然後這個寶石很特別 它是什麼呢 它是夾層寶石 什麼叫夾層寶石 我們聽過夾層屋 什麼是夾層寶石 就是啊 這個原來 就是這個寶石原來不夠大 不夠漂亮 我這上面貼一層 比較漂亮的把它黏住 黏住 然後為了要彰顯 內涵物很類似 所以它上面用綠色的玻璃 下方用什麼 用 白水晶有內涵物嘛 對不對 看起來就很像 天然的竹母綠 聰明喔 用夾層 夾骨 好聰明喔 這個我們剛上課也常常講 夾層寶石的鑑定方法 從側面看上下顏色不同 有同一個平面有壓扁的氣泡 然後呢 對 我後面就看到 它有玻璃的感覺 對 這樣你這樣側面一看 感覺好像這個底下 有一層東西的被片 然後呢 上下則色很不同 好 我們來看看圖片 好 今天怎麼帶來 那麼多教學的藥本 這個還有上寶石學物 你看 有沒有 在同一個平面有 壓扁的氣泡 是 你看它上下夾層 是 它可能斜斜的 可能平的 不管怎樣 在同一個平面喔 不定是這樣的平面 同一個平面 有壓扁的氣泡 再來從側面看 上下顏色不同 有結合的 這很明顯 這典型的 夾層寶石 在夾層寶石 比較有名的有幾樣 是什麼 第一個 蛋白石也有可以啊 有這種所謂夾層寶石 叫做 Sandwich蛋白石 叫Santoichi Oparu 就是 三明治蛋白石 上面一層水晶 中間一層蛋白石 下面黑色的瑪瑙 這是蛋白 夾層的 第二種還有很有名的 就是 紅藍寶石 紅藍寶石早期很貴 所以它有很多的紅藍寶 我曾經在上課的時候 講到這個 鑑定夾層石 一個董娘 布裝的董娘 他帶一個豬 紅寶石 滿了四十萬 他說老師 你說的 你說的特徵 好傷心喔 夾層 他把那個 他的紅寶石拿來 就看看看 夾 同一平面 這鴨扁氣泡 側面顏色不同 說 老師 我這人有耶 你看夾層 四十萬 好可怕 我現在以後 現在是每一個下一件 我也開始在看夾層 這樣子 所以夾層寶石 曾經很風行 感謝您 一收到我就 真的 感謝您 你現在在普度眾生 你知道嗎 有多少人現在又開始製造 這個肉眼可以看 不用放大鏡對不對 真的是這樣子 我也學到 下一刻 很小心 廖老師 三十年前 為什麼這種夾層的寶石 尤其是 越大顆的 它非常的風險 就是說市場有這個需求 對 所以這個製造商 他們就盡量去 滿足這個市場 那為什麼會這個樣子呢 因為三十年前 我們台灣的那個珠寶的 經濟市場 非常的活絡 尤其是官家 因為以前可能都是 官家 生意人 紅頂商人 他們就是 出入的這些生意場所 或者是政治圈 一定要關係良好 你才能夠 才能夠打通關 他們啊 因為我接過很多這樣的單 包括立委夫人 因為他們每一次 出入場合的時候 都希望說 這些太太來找我設計款 每一個物件 大概那個時候 物件都是做三四十萬的 都是那個 那個Markis的造型 很豪華 可是上面那一顆寶石 我說 你這一顆是夾成的耶 他說沒關係 他知道 我就是好看 對 他知道 我就是要設計款 但是主食 我不用買到兩千萬啦 這樣你知道嗎 懂了 所以市場有它的需求 商人就會這樣做 真聰明 不過大家還是要小心好不好 自己要買要收藏的話 那就不能被騙 有些是知情 但我想要這麼做 對 大家還是小心 那我剛剛為什麼一直在看呢 因為他這次是紅寶石 是不是夾成的呢 這個買多少錢 這個買好像幾萬 忘記了 有沒有 要不要兩萬 這麼多紅寶 要三萬左右 對 要三萬左右 買給誰 對 我是買給媽媽的生日 對 那孝順可以啦 對啊 十二個紅寶 對 但是他不知道 每一顆隨便便便 也要 是啊 可能將近兩千 人家這樣很危險耶 我聽到這個價錢 紅寶那麼貴 我都有點怕 因為它雖然不是到 歌曲紅 但是這個個頭 不小 你怎麼可能只要三萬塊呢 他說說我是緬甸紅寶 因為你會連起 對 這個價錢好像還可以喔 對 又是緬甸 三千塊 這一定假的 所以說他買了三萬 三萬塊 但是實際上到底多少呢 會不會又是一個教學範本 來試試看 請見價 五千元 好 還沒被規道 真的 這是一個目前台灣 在市面上 到目前還存留滿多的 我們在業界稱為叫 新的燒法 對 那紅寶石裡面 有改色熱處理 原來不是很漂亮 加熱 另外一種更頂級叫 天然紅寶石 完全無燒的 那最貴的 那有一種加熱處理 叫 一度燒 那也有這所謂的紅寶石裡面 就是所謂的 新燒法 新燒法是怎麼樣呢 其實它是非洲的 紅寶石的圓框 然後加熱的過程中 它給它灌了紅色的玻璃 紅色的膠 讓它顏色顯得漂亮一點 那這個是有故事 當時我在泰國 第一次 我跟你講 我第一個就認到說 這個紅寶石 我們那時候一起在泰國 在加特布里買紅寶石 有一個先生 他買了一個 十四顆辣的紅寶石 十四顆辣 紅寶石哪有十四顆辣 開玩笑 大家都沒有 不知道這個東西 對 那剛出來的時候 通常要有五顆辣不得了 基本款三十萬起跳 然後他買 有一個先生就買到一個十四顆辣 還被他成交了 一顆辣多少錢 一萬 那一顆辣買十四萬 我們在山上買寶石 總共要買一個禮拜 他喜滋滋的拿回來台灣 然後賣了以後 再回來 太好賺了 賺多少不講 一定賣很多很多錢 那時候沒人知道 是 然後回來 你再回來了 我再回來了 我拚命買 沒有 買不到 很少 那時候就已經開始有這個新燒法 後來一出來 原來它是灌焦的 等於就是紅寶石的逼貨 灌焦 又加一點顏色 然後後來就越多... 好 現在我結論講 現在這個東西 你在珠寶展可以買 印度人在賣很多 一顆一塊美金 怎麼正門給你看呢 然後再看一下 內含 放大來看 還是要顯微鏡下面看 你看 這有很多 你看這種藍色的光 這是 玻璃產生的那種反光 它有那些氣泡 很多的焦的殘留 這就是新燒法的紅寶石 這特徵 那現在來講 還是有很多 不管是老的珠寶店 當時出來的時候真的是 不能怪這些珠寶店 沒有人知道 所以有很多的珠寶店 也因為便宜 它不貴 它進了一些貨 所以您現在 要買比較相當程度 貴的紅寶石 我真的建議您 必須要有堅定書 所以珠寶是這樣子 不怕買貴 就怕買不錯 對 沒錯喔 還是不是在直播間嘛 這個我來補充一下 那個年代 台中有一家珠寶店 跑到台南來開了一家 不是我吧 他還在台中 不是李老師 李老師正值的人 絕對不會是 是 因為這家店呢 是我早期的客戶 然後它是一般傳統的 銀樓珠寶店 後來開了一家店 我公司的那個小姐 就跑到那邊去了 因為那邊業績獎金很高 然後呢 就變成是紅寶石專賣店 紅寶石專賣店 那紅寶石裡面賣什麼呢 全部都是這一種 還有就是尖金石 就這兩種混著賣 那業績很高耶 兩年就賺到變貴了 哎唷 現在房子整間了 然後那一家 那一家珠寶店呢 它也就賺那兩年 就收了 跑了 打帶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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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必須啦 錢也賺寶了 不要貪便宜 好 大家記得囉 喜愛大巡寶家的觀眾粉絲們 我們有YouTube頻道囉 只要在YouTube搜尋東風衛視 或是掃瞄下方的QR Code 就可以收到最快最新的節目內容 還有更多網路獨享的影片 方法也很簡單 只要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消息 也不要忘了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喔